朱公子 怎麼一回事 那得問你呀 問我 四兄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 你真的不認識他們 是啊 四兄 朱公子 你 你居然說你不認識我 好啊 你個沒有良心的小色狼 你害得我妹妹整篇為你哭得死去活來的 你居然說不認識她 妹妹 我們倆也不要活了 我們跟她拼了 你 你可沒人 坐 你快拉起她了 這是你自己的事 我可管不著 倒是清官難斷家務事 看著辦 謝謝 你 朱公子 姑娘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對我胡禪 就不要怪我不客氣 朱公子 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呢 你打死我好了 我死在你手下 我也心甘情願 愛你 師兄 事件還沒了 你就想走啊 少爺門下的子弟 豈能有你這種敗勞 師兄 你 師兄 師兄 我誤會了 這兩個女人還沒死 就是活生生的仁正 還想賴 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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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逼我 我逼你還是你逼我 我以少爺的門規 你死到的因果 這就是個陷阱 陸師兄 已經被他們所利用 如果我不想辦法離開 只怕要同歸於盡 朱君平 怎麼這麼強 妹妹 朱君平的武功要是不強的話 為什麼皇上老是叫人毀掉他呢 走 好 你還沒喝 啊 活該 誰叫他們要在這耗下去 老花子 風涼話說完了沒有 沒有啊 我老叫花子 只要有酒醞著喉咙 有點花生呢填飽了肚子 我可以跟你這耗上個五天五夜 那你就說吧 咱們在這兒洗耳恭聽 對 老公兄 咱們還要在這耗下去 已經耗了三天了 只要能在這堵著他們 就是再耗上五天 也是值得的 你看他們會不會還有幫手呢 我看吧 他們不會再有什麼人了 我看這事有點不對啊 什麼不對啊 你瞧瞧 他們既不動手也不退走 這不是很奇怪嗎 奇怪 有什麼奇怪的 他們的目的就是堵著咱們 不讓咱們上山嘛 既然這樣 要是繼續耗下去 豈不是對他們更有利 說得也是 不行 說前面 這可不行了 幹嗎 你幹什麼 走啊 走 上哪兒去 下山了 下誰 你還走回頭路啊 你沒看看他們那副 心甘理得的樣子 很顯然 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不走啊 咱們不是吃虧了嗎 他們當咱們當傻瓜看了 說得也是 跟他們這麼耗下去 已經兩天兩夜了 再耗也沒什麼味道 好 走就走 來 老婆 老花子 你們最好安靜點啊 小偷老弟啊 看樣子 咱們只好下山走回頭路啦 人家擋著前面 那也是沒發走的事啊 好了 是呀 都統大人 時代高手 那我們就下山去啦 是非呀 是非 楊公兄 你看咱們要不要追下去 這 師兄 你帶著幾個人跟下去 這兒留下幾個人在這兒堵著 那回到山上去看一看 普京英是不是已經抓掉了朱君平 那朱君平已經來了 剛來 從後山上去的 剛才那名侍衛 不錯 他是來告訴老夫 陸明哲已經抓到朱君平 他就讓你 師位同理廣進進見 師位同理廣進叩見聖上 憑聖 謝聖上 廣進 卑職在 五天以後寡人要帶呂四娘前來刺殺雍正 聖上是說 寡人是說刺殺那替聖 是聖上親自出手嗎 不錯 卑職遵職 還有 當心那天另外有少林的弟子同來 他們會在一邊窺市 你們可要裝得像一點 遵職 卑職這就去 告訴所有大內侍衛 讓他們知道 嗯 慢點 三等以下的侍衛 可以不必讓他們知道 遵職 陸明瞻的事 辦得怎麼樣了 起座身上 這件事 已經辦了十至八求 就等姑奶奶去一趟 嗯 待會兒給我宣他進來 遵職 遵職 陸明大人快 他們來了 好 吵職行使 大人 你忍著點啊 哎呀 我說朱君平這個人 也未免太輕狠手辣了 自己同門的師兄弟 竟然敢下此毒手 哎 是啊 你看這一劍砍得多深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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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 哎 哎 你是誰呀 你管不著 嗯 陸兄 陸兄 是誰呀 是我呀 是龍臣啊 誰兄 哎 哎 你們是朋友啊 岂子是朋友 陸明湛與石某人是同窗啊 又同在廣盡統理的手下當差啊 啊 哎 你們是官府的 大內侍衛 你們聽過沒有 啊 不知道 哪一位 啊 誰 啊 是 啊 他 誰 啊 被那個朱君平傷得好重啊 哦,那沒有關係 我們大內侍衛每人都有一例 大內的救命金丹 再重的傷都死不了的 陸賓山任賊作夫啊 我們認不得管他呀 看樣子,朱君平走得不遠 想辦法趕緊找他去 啊 哈哈哈哈 神幹,神偷 你們就是在京裡 今天也上了老夫的當 同理大人,那躺在裡頭的那個陸明瞻怎麼辦呢 我要帶他回京市去 哦,那,那我們呢 啊,是不是也回去啊 不,師兄 你帶他們一塊兒,再去找朱君平 是 兩位大師請 拜見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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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大師免禮 謝皇上 我,阿娟 二十米 塔爾基手下有二十米 塔爾基 卑職在 你手下可用之人 為什麼這麼少啊 回皇上 卑職屬下有幾名喇叭 上次 尚在少林手中 聽說 你們兩個人常常到明珠府中去走動 呃 回皇上 明珠大學士 曾經多次邀請 但是 屬下 都沒有應邀前去 哦 這麼說 你們是沒有去過了 這麼看起來 明珠帶你們 總沒有寡人帶你們好 是不是啊 皇上明見 卑職對皇上忠心不二 卑職隨時聽皇上的質疑 好 很好 寡人 要派你們兩個人去辦事 卑職後職 是 寡人派你們去 截殺那參加九大門派局會的各路高手 遵旨 遵旨 你們回去準備著 至於什麼時候出發 寡人會讓廣濟通知你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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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是 是 順上 英靈 用不著寡人殺他們 自有別人帶寡人操刀 主角 親家了 你在被誰生氣啊 跟我自己嘛 跟你自己 為什麼呢 不為什麼嘛 哥哥你到底有沒有人派人去救蓋公民嘛 當然有 那你派的是誰嘛 白太官 真的 哥哥 那我可就放心了 好 卓君 寡人要派你去办一件事 哥哥 你还会有事要我办啊 那可真是难得 不过这件事 你可一定要替寡人办成了 哥哥 你让我办的事 我还能办不好吗 好 卓君 我听说 你跟盖公明曾经救过陆明瞻 一家大小的性命可是真的 陆明瞻 好像是救过 你做了这样的好事 陆明瞻可不一定会知道 你如果要是让陆明瞻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很感激你的呀 哥哥 我救陆明瞻并不是要他感激我 我只是觉得那个总兵大人 仗势欺人 哦 寡人有心要将陆明瞻收归己用 这件事情 因为你有恩于他 只要你肯答应去说服他 他一定会答应来投效寡人的 哥哥 那那个陆明瞻现在在哪儿啊 陆明瞻他 已经被石龙城给抓到 而且他已经身受重伤 现在正在回京的路上 受伤了 哥哥 你的手下把他给打伤了 他怎么还肯来投效你呢 不是寡人的手下伤了他 伤他的人是朱军平 朱军平 不错 朱军 有一件事情 寡人可没有告诉你 不过我要是说了 你可不能难过呀 为什么 最近朱军平在江湖上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正为武林同道所布斥 哥哥 我才不相信呢 陆明瞻就是因为发现了朱军平的事 才被朱军平所伤 你要是不相信 等陆明瞻来京以后 你一问他就明白 哦 哥哥 那陆明瞻什么时候才到京市呢 呃这个 这个 广继 卑职在 南宫九有没有说明 陆明瞻什么时候可以来京呢 起座算啥 就在这两三天 广继 卑职在 陆明瞻一到 你就来告诉我 是 姑奶奶 卑职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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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向庐明瞻说明哥哥金永珍的身份 哥哥 我裁判管你这些闲事 朱军平 这下子 你可要失去一个天大的帮手 这下子 你可要失去一个天大的帮手 再要失去 四娘一回来啊 就告诉我 说朱军平啊 求在少林寺的借铁院里头 他们怎么会跟陆明瞻碰的一块 又碰到那两个卖唱的姑娘 就算老花子上了几年岁数 老眼昏花我看不清楚 可是柳吾盈比我年轻啊 她不会看错的 错不了 就是她了 道道地区的朱军平 这就奇怪了 是不是 她又做什么坏事了 四家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朱军平的武功很高 一定是从戒车院里逃出来了 对 一定是朱军平逃出来的 这朱老弟 真的是从少林寺逃出来 他真是一错再错 苏老前辈啊 朱军平的为人 别人是信不过他呀 我刘某人确实信得过他 我就不相信朱军平会私自逃出来 对 我绝对相信 奇怪了 我跟普金英很熟啊 他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妹妹来呢 我想啊 这一定是大内他们用的诡计 故意让陆明瞻放出朱军平 引他上当 老前辈 老前辈 陆师兄真的是雍正的人 那少林的避迷 雍正不是知道了很多吗 我现在就去找陆明瞻 问个明白 阿元哥 你可千万别冒失 这怎么叫冒失呢 陆明瞻认贼做父 难道不能问呢 嗯 问是要问 不过 你一定要先禀明了掌门人 好 我现在都到少林寺走一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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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脫盟相救 又這麼麻煩 我實在感到非常不安 陸兄 這麼說就見外了 陸兄 你的病還重得很呢 在下感到 已經好了不少了 陸兄 陸兄是武功高強之人 傷了骨頭 可不必傷幾皮肉 要好好地休養 如果不休養 只怕陸兄以後 不能再跟各路人士動手了 真沒想到 朱君平的劍法造詣 這麼高密 這 你這一輩子也想不到 朱君平只化破了你一塊皮肉而行 這骨頭嘛 是普金英不砍的 陸兄 你們同師習武 他的武藝高低你應該明白 朱君平另有奇遇 所以 他在我們十兄弟當中 算是劍法最好的一個 原來如此 說我出營 陸兄 有一位貴人要來看你 我現在就去接他 我去世 那來 你怎麼你 留意 老虎 老虎 你怎麼 你怎麼 我去世 姑奶奶 這位就是陸明瞻 陸大俠 孟兄 這位是 姑奶奶 姑奶奶 陸兄 不瞞你說 這位姑奶奶 就是當今皇上的七妹 不倫公主 公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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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大俠 你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 我娘 找人傷心來說 陸某全家大小 多虧了 魏姑娘相救 陸某粉身碎骨 你 也難以報他 陸大俠 這算不了什麼 那天 我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 陸明瞻 叩謝 魏姑娘 大恩大德 男公九 快扶她起來 是 陸柱 起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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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大俠 你身受重傷 不必行此大禮 男公九 在 陸大俠的傷 為什麼拖了這麼久 難道沒有用救命金丹嗎 這 回姑奶奶 卑職的救命金丹 上次 已經被石龍成藥去 我說呢 原來是沒有用救命金丹呢 拿去 快給陸大俠服衣禮 不出兩天 即可痊癒 姑奶奶真大 好 五位姑娘 這怎麼敢當呢 陸大俠 男公九沒有跟你說 你的傷勢很嚴重 一般的藥物 已經不能治愈了 陸兄 要不是發現陸兄劍傷有毒 兄弟也不會到那兩位姑娘那 把您給接回來 哇 不知道 知道 岑樓 而且 今天為什麼對你如此的 ... 我知道 真要向南宮兄請教 朱君平 跟姑奶奶的交情 十分的不淺 姑奶奶聽說你是受朱君平所殺 所以姑奶奶不安 特別來看 主席 現朱熊平宇無異 使陸兄成為少林之體 我入了他們的陷阱 不錯 而且今後 陸兄的身份 更難處境更難了就 這 我可以解釋 只怕以後沒有陸兄解釋的餘地 為什麼 姑奶奶送藥給你 就你一家大小 這還不夠明顯 這 南宮小母 您是 在下 進軍都統 原來 事情都是你 計劃好了 做出來 洛兄 在下拜訪他 這是皇上的旨意 皇上 洛兄 你的傷怎麼樣 還疼嗎 不疼 去 去 衛姑娘 到家全命之恩 陸民戰 往徒後報 陸大俠請請 南宮兄 在下只有後報告辭 陸兄 南宮兄 我們不是同道 再在府上打擾 陸兄 南宮有需要一位好幫手 陸兄 是否可以屈盡 不可能 陸兄 你別忘了 胡奶奶就你一家大小 不疼 在下 將來 必有所謀 將來 眼下都不肯 將來不是一句空話 陸兄 你是侠義中人 應該懂得這個道 這 還有 你陸家一家大小的安神 南宮九還有左右的力量 希望你三死而下 你再威脅我 抱開 男公九 在 他要走的話 你就讓他走吧 魏姑娘 你怎麼這麼說話 在下只要問心無愧 不怕他們不信 落下 你要想保全一家性命 還有你自己的幸運 最好 停在下的話 陸大俠 男公九要你相助 並非是讓你整天跟著他 魏姑娘 您的意思是 陸大俠 我哥哥要你孝命朝廷 吳芬也是只想打探一些 江湖中狹義之事的消息而已 這個 陸大俠 你好好想想 陸大俠 留在上 住在下 此情形之下 確實是左意為難 不過 您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好 冲冲忙忙 你要上哪去呀 我走我的路 要你管我的事 笑话 谁说我管不着 凡是少林子弟在下救权 将他拿下 放屁 吃我一副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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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上! 你不敢說話 好賤打呀 請問尊姓大名啊 我不說話呀 他說他是個啞巴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请各位达官贵客 高抬贵手 赏给盘城 小女子的妹妹 这就伺候各位一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带 toxic 请订阅我们 rapt 對不起,又怎麼樣? 不是又怎麼樣啊 對,好,前輩 今天我們既然碰上他們 那就一定要問個明白 老弟,你以為你問得清楚啊,問得明白啊 當然可以 有咱們三人,還怕他什麼呀 同學,走 來,快 哎,胡瓜娘子 你為什麼不叫你這位妹妹,只是唱下去啊 你有這位客官,你在說什麼呀 胡大娘 我朱君平跟你到底有什麼恩怨 你這說的是什麼話呀 你不願意娶我妹妹就算了 還說我跟你有什麼恩怨 你這講的是哪門的歪理啊 歪理 胡大娘 你勾結清廷大內侍衛 陷害我朱君平 究竟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只為你朱君平該死 胡大掌櫃的 你這位妹子叫什麼名字啊 叫什麼名字啊 她呀,就是黃山女啊 黃山女,黃山女 原來就是血弟子門下 算我朱君平看走了呀 老弟,他們現在都投入大內 哼,投入大內又怎麼樣呢 我說老前輩呀 今後咱們倆可不是一個道上的咯 嗯,那當然是 胡大娘 今天我朱君平要你還一個公道 沒什麼好還的 朱君平,你還想不想娶我啦 你,無恥 你怎麼說這樣的話呢 那一天已經很多人都知道了 你對黃山女使亂中氣的事兒 我古精英已經都給你宣揚出去了 胡大娘 如果你再敢假傳流言 就不要怪我朱君平 唉,陸民瞻就是最好的證人 你呀,現在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喽 你,唉,誰說的 知道我流氓把你們倆抓住了 朱兄的清白就不會受損 他乖 朱君平 誰還要那麼咁 他乖 反而不敢扭鬥 你算什麼英雄 不是啊 他乖 哦 十大四位 原來你也在這樣 那太好了 我劉某正要找你報陰刀之仇呢 嗨 嗨 慢著 你可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